所有的物資狀況都有好像很多 價格上的問題 我們其實不關心 不關心那些錢誰賺去 我們關心的是他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在這一段審核期間 他會如此的 獨厚一家 為什麼到今天為止大家都知道 數量不夠了 華航停飛啊 國外是用送的 我們不能派飛機去直接收購回來嗎 一定要等 進口商他給我們我們才能拿到嗎 為什麼 這個是對的嗎 那你不就是讓這些中間商來發應安財嗎 這樣的結果讓我們嚴重的懷疑 這位陳時中部長 有道德的疑慮 他有道德的疑慮 他不是 絕對的愚蠢 就是絕對的聰明 讓我們感覺到 感覺到 這個人有問號 所以 我們今天來 正式的跟全國民眾來講 我這個人 我們不相信他 因為他不會救我們的命 今天 我沒有人投入餓死 或者我快要餓死了 但是我的家人 因為這一次的無能 政府的無能 而受到嚴重的傷害 我們要講 十倍奉還 十倍奉還 來 我們講到 十倍奉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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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自己的老闆 你們這些老闆都不敢講 比方說護士工會 陳時中說 沒有 哪有什麼 1比51比100 要以院方為準 院方的一高層哪敢講 對不對 但是問講不一樣 問講我就是自己的老闆 我就是敢說出來 但是你看看護士工會的 那位護理長也出來講話 包括很多的護士 你去上臉書看 太多太多 先直接去蔡英文的 這個臉書上面嗆 要陳時中下臺 快要變成台灣社會的共識了嗎 他搞不好很想下臺 還想去選舉 這樣下臺還難去選 我跟你講 小英今天這個 防疫諮詢會議 事實上就是 陳時中擦屁股會議 所以 北北極桃優先 政策大型差遣戰 那就是所有大議員都動員了 我覺得這是陳時中打臉會議吧 不就是擦屁股 我幫他擦屁股 我跟你講這個最典型 你剛剛看第三個 叫做持續增購防疫 經濟部立刻公布這個 這個攝影大哥麻煩照一下 這個我看到我真的嚇一跳 他說即日起 可以自用進口 中國製的快篩劑 不用經過經濟部核准 5月11號到6月30號都可以 每個人可以進口100劑 可是不能販售 為什麼要公布這個 經濟部怎麼突然之間 親中 對啊 就是買不到嘛 或者是他 就是不夠嘛 而且很多快篩設計 都是中國製 都是中國製嘛 所以 經濟部今天 5月13號突然貼這個 那就是 小英講的那句話 持續增購防疫物資 那他當然看到 鋪天蓋地都是沒有快篩嘛 你去想一想你開小黃 你如果要去 一般的藥房去排隊 你大概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就沒了嘛 誰怎麼有這樣排 所以你如果去買那個比較貴的180 你怎麼弄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現實問題嘛 所以我說 經濟部今天網站就立刻調整了 現在連中國製的 大陸製的快篩都可以自己去買 所以我說 這就意味著 指揮中心整個的超前準備 就是完全不及格嘛 這還用說嗎 我們剛剛還想治療用藥 對不對 他現在是快篩 所以這是民進黨的 紅線也 也解開了嘛 因為之前不能夠跟這個 上海復興簽約嘛 但現在這個兒童的這個疫苗 其實庶防我覺得他真的是被今天這個死 41個人嚇到了 總統也嚇到了 當然嚇到了 因為這個數據他今天 昨天晚上就會知道了 對 所以為什麼今天要開這個擴大會議 所以總統覺得不能不出手了 對啊 因為繼續讓你這個城市中不知道在幹嘛的 那整個政權都被你脫口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我們中天的網友 這些東西都可以在我們快點購網站上投 來購買 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呢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這個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 我們可以讓你自己的烏扣 幾天 我們來購買的 不敗 不敗 新的 我們來購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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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購買的